相避 那麼我們去 吸吹一下湯 開始 太誇張 怎麼會太誇張 大家好 我是個司機 大家好 大家 我之前在台灣 上班很久 我那时候常常接在日本的客户 也有常常海外出差 然后那个时候台湾的同事常常问我 连我的爸爸都用得很神奇的 今天我介绍给大家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Panasonic商务笔店 有可能台湾的大家还没有很认识这个笔店 但是如果在路上工作的台湾的话 一定有看过这个吧 这个在日本叫做 然后海外的话叫做 因为这个在日本的话已经卖了23年 已经大学毕业的年纪 卖很久 然后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公司货 在日本国内 Panasonic全部的工厂制作 而且四占六十五年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上班族喜欢这个笔店呢 跟其他的笔店比起来好的地方在哪里 而且这个特色的部分 有很多很多日本人重视的事情 看得到日本人的特性哦 那么我们实际上超出然后介绍给大家 Go 第一个特赛就是呢 这个是12.1寸 这个只有 9.59公卡 这样 这样 很轻哦 这样 好了你看 你看这么轻 这么轻 接不动 啊 别别别 没有坏掉 下一个特赛就是 很强 奶压 这层上盖 日文叫做 天板 天板 这个很强哦 从上面 一百公斤也没有问题 行きます 我的体重快要八十公斤 还没问题 我的心脏有问题 大家 你以为开玩笑吗 你用你的电脑试试看 这样也没问题 例如说大家 坐下去的时候 没有坐电也没关系的 有这个 完全这样也没问题 对呀这样的话就没坐电也没关系啊 没法性 只怕的是 Panasonic 骂不骂我而已 他们说一百公斤没有关系啊 然后如果他们骂了怎么怕 罢免呢 但是 没有坏掉 就没有一条线 没有 然后呢下一个特赛就是 这样 直接放进去包包里面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换在旁边这样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很强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看得出来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原化材 我知道很多台湾人是 买宝宝很帅气的电脑 但是 买很厚的那个套子 对不对 但是日本人很多人是直接放进去包包里面 比较方便嘛 还有下一个特赛就是呢 应有尽有 大家看一下旁边 报告开会用的 多需要的东西 这边也是 需要的插头都在这边 为了好看的那个包包的电脑 但是 要带很多很多的转接头 那个方便吗 那个不方便啊 所以其实 日本的很多上班子喜欢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高效率 然后不会忘记东西啊 哪里的公司 哪里的开会室 去了之后 马上可以接上去 然后呢下一个介绍的是 很特别的这个 原型的乳酷板 这样子打开网页或者是文件 然后呢 沿着这个 触控板的内圈 顺时钟发动的话 可以往下浏览 然后逆时钟的话 发动 可以往上浏览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按着控制键 然后顺时钟的话 左小 然后逆时钟的话 过道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76公分 一般般的半公车 这样子 正面的掉下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我的朋友 买了很薄薄的那种笔垫 然后掉了一次之后呢 变成一个 铁板烧的铁板一样 那个笔垫是开简单的功能吗 然后 要松手 等了一个月 然后回来之后 打开 一样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个电脑的话 这个76公分 然后正面掉下去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呢 我刚刚擦了一下 这个做的是差不多 67公分 所以呢 这个上面直接 掉下去也是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呢 刚刚比我想象中 大声来一点点 大概 还没有问题 或者是 还有 差不多30公分的地方 26个方向掉下去 也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去 西湖一下湯 呵呵呵呵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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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伏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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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年就有点 这个 那样子帅也不会换安心的价钱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日本人的习惯 这种很长期用的家电啊 还有家具 还有这种笔电 这些东西是我不会买便宜的东西 我尽量买好一点的 其实我喜欢的是原地耐用的东西 像是我站上去也没有 偷偷告诉大家 这个台湾也有卖比日本便宜 而且还有台湾原产包裹 还有点笔 日本买 没有送包包 也没有送花絮 台湾有 没电了 所以换一下 再拿起来 哦 卡进去就好 其实呢 这个价钱的事情呢 我们都会说 这个又是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东西要买好一点的东西比较好 还有这个 因为是最近疫情的关系 因为大家呢 日本的公司是 大家都是在家里上班 所以最近买得稍好了 所以大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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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 我觉得上班的时候 用这台是非常适合 真的 我真心觉得 因为这个呢 什么都有 重要的时候 不容易患 很安心 所以大家 多多参加一下 帅良太阳 那么大家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嗨 大家 刚刚在呢 SV还有LV8之外 还有朋友们可以给我吃个 准备鸡的 巧克力店 这个超厉害的哦 这个不是一半半的时候用 这个就是呢 比较 事工啊 或者是比较那种激烈的场合 非常适合用 因为这个是防水 防塵 当然 也没有问题 大家 为什么试试的呢 就是 所以呢 这个电脑是完全是 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WELCOME I SO WELCOME 那因为是触控的关系 所以刚刚呢 发面是动了 但是 完全不会快 那么这样 塞一下 我就去塞一下 而且这个可以 摘下来哟 摘下来这样 平板来用 所以呢 如果是那种 比较激烈的场合工作的大家 然后 坏掉了机缸 笔电 或者是电脑大家 这个真的很适合 因为这个是 为了那种场合 大人而做的东西 如果 跟我一样 你也觉得这个很帅 很酷 那就买下来吃吧 他是这个捐柜姐 那么大家 多多参考一下吧 那么大家 下一个影片就咯 拜拜 你不让我放脏 你不让我放脏 我讲不过 你不让我放脏 没错 你不让我放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